从疑似国产第四代坦克 看中国是创新 步子卖的有点大 但很对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 主战坦克这种陆战之王 一度被穿越机和无人机打成土狗 引发了坦克已经无用的讨论 直到最近 俄乌双方不断给坦克加装防御设施 包括反无人机的支架 乌龟外壳 锤炼和鱼网 只有人想不到的 没有坦克不敢装的 为了活下去 他们真的是拼了 可见为现役坦克 安装各种奇葩的反无人机防御外挂 就是提升其生存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 但是如果让你说一下 中国未来的主战坦克应该如何发展 那就必须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 穿越机泛滥时代的生存危机 在这一大背景下 最近有关中国第四代坦克的照片 出现在了互联网上 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从外面上看 这辆似乎刚出厂的试验型坦克 有可能创造了几项世界第一 首先 在其炮塔周围 布置了几面小型的有缘像德里达 并且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的发射装置 第二 要采用无人炮塔和两人价值方案 第三 明显改善了坦克的隐身效果 包括其外观 整体取消了垂直面 炮管也做了改动等等 第四 它可能采用了混动技术 也就是电力推进加增程发电技术 我们假设 这就是中国未来主战坦克的一次技术实验 而且还是一款皮薄馅大的产品 它的总重量不超过40吨 并且配备了一门105毫米的主炮 那么这样的坦克能够承受未来的地面战争的考验吗 可以说它的步子卖得很大 能够符合未来的作战需要 首先 坦克追求前向防御已经不合时宜了 从乌克兰战场的情况来看 就算在乌军拿到西方主战坦克之后 双方的主战坦克几乎都没有发生正面的对抗 你把坦克的前装甲搞得再厚 主炮的穿甲能力再强 也没有用 因为根本就用不上 第二 只有发展主动防御系统 才是坦克在战场上提高生存能力的唯一出路 当前坦克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对方的坦克 而是来自于地雷 反坦克导弹 火炮和穿越机 面对敌方的地雷战 可以用少雷坦克来对付 因此未来的坦克真正防御的 主要是来自天空的各种来袭的武器 其中最大的风险又来自于具备攻顶能力的反坦克导弹 以及越来越先进的穿越机 因此只要中国的第四载坦克能够由四面向队雷达提供全项的态势感能力 并且可以提供十次左右的攻顶防御 也就是说其主动防御系统能够让坦克的生存能力提升十倍以上 第三 该型坦克采用的双人胶囊仓石 可以为坦克成员提供更好的防护 西方坦克是四成员方案 中俄坦克过去是三人方案 而未来的中国坦克由于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坦克内部仅需要两个人就足以了 这样就能够为坦克内部的设计流出更多的空间 以便提升蹭员的安全性 第四 有网友提到 这种坦克有可能采用电力驱动方式 这在中国的电动机车产业发展成熟之后 应用于坦克动力系统 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混动坦克 有着低速扭矩大 自动驾驶能力强 噪音小 可靠性高 续航力成大 能够为坦克使用更多的电子设备 提供足够多的电能等等 这一系列的优势 可以说是现代坦克所不具备的 很多人应该看过 现在华为汽车的自动驾驶水平 那么两人坦克未来有可能将驾驶和防御 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 而成员将主要精力用于决策和实现跨平台的协作 当然 若进一步发展 这样的智能化坦克将可以变成完全无人的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中国不但要学习俄乌两军在提升坦克生存能力方面 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 除此之外 我们还真的有必要 研制一款配备成熟主动防御系统的主弹坦克 甚至是无人驾驶的智能坦克 这样才能为中国军队提供一种适应现代战争需求的钢铁洪流 从完成统一大业的角度来看 研制一款35吨到4吨级的第四代坦克 也是我们上岛作战所必须的 因为时不我待